檢查 擺草八球八球, 老叔來, 是不是 讓大家看看 謝謝… 這個故事是否你俗的 應該這麼說 不論是真或假 我自己也有一個故事 但其實很累近 所以你剛才回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說謊, 很典型的表情 對你來說, 我完成了一個任務 你很厲害, 觀仁與美 所以不要放棄, 享受每一個時刻 請 從這步走進去, 再出來的時候 你也要很小心… 你很大力 可以開始嗎? 可以開始 這個故事也是跟剛才兩位朋友有些類似 等等, 剛才說準備開始的時候 你深呼吸了一下 吸了一口氣, 對嗎? 對 八球 八球 不, 故事也不一樣 可否讓我再說一遍 因為說謊的時候最重要一點 就是我要準備開始說一個謊的時候 我有一些身體上的反射 首先, 你一開始的微小 然後深呼吸一口氣 可以開始嗎? 可以開始 是八球嗎? 是八球 好的, 這個故事就快點說吧 我曾經拍過一部電視劇 叫做城寨英雄 我做了一個角色叫做牙佬 我有一個拍檔, 他叫拳佬 他叫陳展鵬 有一次我做一個商場的活動的時候 就先要訪問 好, 接著正式出場的時候 好, 我們歡迎城寨英雄的 袁偉豪, 拳佬 站在背景後面 出口嗎? 想出口嗎? 大家好, 我的拳佬 硬吃的拳佬 是這樣的 那你假的地方是冰島? 真的嗎? 真的 不過這個活動是在TVB裡面的 謝謝 謝謝, 好 Dixon, 請你再出來一次 會否這個樣子其實是一件真事 無論是真假, 我也要答你真, 對吧 嗯… 我答你 嗯… 三眼 你緊張的時候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你說話的時候 你的手一直交叉這樣放 第二個是喜歡硬腳 是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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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眼 然後剛才的眨眼是假的 所以你拿的應該是白色波 對嗎 先看看 真的 厲害… 你每個故事假的地方在哪裡 全部都是假的 因為我首先不走山 好… 剛才我看到幾點 第一, 其實你沒有提到感情 像你們剛才所說的 真的經歷過, 感受到 第二點, 剛才回去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細微的動作 就是點頭 就是這樣 很棒 謝謝你, 關心 好, 我完成了 你自己的一個安慰 兩位一起吧 首先, 其中有一位 當時我記得說的時候 比較逐漸說出來 但是我現在不會告訴你哪位 兩位, 欺負你的人 如果沒有鼓吵的話 說真話 應該是他 就是黑色波 說謊話 就是他 請拿著黑色波的人 將球放在我的手上 準備好了嗎 1 2 3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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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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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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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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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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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2 4 面具也可以 但因為遮蓋我的樣子 所以面具不好 蛇呢 因為我本身熟蛇 所以我覺得這條蛇… 眼鏡蛇不好 我不喜歡戴眼鏡 老鼠龍嗎 老鼠龍不好 我覺得這個很殘忍 一旦夾到牠們的腳 牠們咬到,不好 黑了你的眼睛 準備後面 我準備好了 1、2、3,睜眼 為何你會選這個 我覺得這個最省水省力 直接放在臉上 牠們都會笑 或者會怕有效果 這個你知道玩完之後 牠們一定要跟你再玩 你跟小朋友玩十幾、二十次 阿兵,如果說你 你會選甚麼 選蛇 我覺得因為牠比較冷漫 我覺得應該是蛇 牠們真的會害怕的東西 可能牠拍完之後 牠會想繼續玩 或者更加開心 如果真實的話 我想我就不選這個 用這些面具 面具… 面具真的簡單一點 方便一點 親中是… 老鼠龍 因為這個方法一定是最有效 最能夠阻止牠們 尤其是沒有那麼容易傷害牠們 電視機前的觀眾 你剛才怎麼回答 其實這個FBI的心理測試 是測試牠們的陰性程度 首先在樹上放著射下距敵 非常喜歡用陰性的報復手段 這種類型的人 往往真的要報復人的時候 會經常打電話去騷擾人 或者偷偷去跟蹤人 只是不斷纏著對方的類型 射射的人 我有 你有嗎 我經常跟蹤我太太 我經常騷擾她 我經常騷擾她 其實你跟蹤或纏著她 打電話騷擾她 其實你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支持她不喜歡你 你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跟她建立連戲 其實很多跟蹤狂都是這樣 老鼠龍的人 是善於佈置和實施 而罵犯罪計劃的類型 天才反常 被這種類型的人看重的話 10個有9個都難投丫鬟 看了,我老婆就知道了 因為送了我計算 我經常都說 我不知道為何被你騙了回來 選擁具的人 就是為了報數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的類型 你很自豪 你很自豪 這種類型屬於有仇被捕 喜歡在背後或黑暗的地方 去嘴唇或謀劇對方 古巴,我以後不罵你那麼多 當然了 對不起,知道我不是好人 知道吧 知道我甚麼了… 最後是選擁門 門是屬於堂堂正正 跟人對決的類型 這種類型的人喜歡正面對決 討厭使用卑劣的手段 可惟幸更人,不要 一個穿越五個嬰兒的心靈之女 很厲害 我們會盪起腳嗎 用噴漆就可以找出壓力的來源 其實我的噴友也不錯 裝模作樣,搞甚麼 聰明老師,有甚麼辦法 我… 請問你的電視成員怎樣去 讓我來源裡 … 在剛才便當中 走文學院 誕尚 走文學院 走文學院